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堪称世界美食圣经的米其林指南 在三月份公布了36家 荣获台北必比登推介的美食名单 所谓的必比登推介 是以每个人平均消费 1000块上下作为标准 然后评选出CP值超高的美食 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带你 一块来造访这些美味 首先位于在长安东的 这家台菜餐厅 招牌菜叫做白斩鸡 选那是当天现在的放山鸡 不仅仅肉质很有弹性 皮跟肉中间 还有一层堆堆口感的鸡洞 吃进嘴里洋溢着鸡肉的鲜味 另外这道经典台菜 叫做扁鱼白菜露 把清甜的白菜 加上扁鱼的鲜香 吃起来非常顺口 白斩鸡外皮Q弹 肉质扎实不老 特别的是皮和肉之间 还藏有一层端一端的鸡洞 入口满嘴新甜 用扁鱼提香的白菜卤 口感清甜 一点也不油腻 好多客人一吃就是数十年 它的料事实上是就是 非常的实在 应该有20年了 对 所以我们有重要客人来 我们一定都会安排来这边吃饭 其实台式小吃的餐厅也蛮多的 但它的味道不会腻 对 就是吃了你会怀念 会想要说 久久会想说再来吃一吃看看 令人怀念的滋味 座位在台北长安东路 开业将近50年 2018年还获得米其林指南的 必比登推介 成为米其林推荐的道地餐馆 当然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台湾的资源多 海产啊山产你的获得都很容易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维持食材的鲜度 尽量维持食材的原味这样子 然后就像妈妈的味道这样子 酱出新鲜 选用当日现在的放山鸡 才能吃出甜味 我们的主要招牌是鸡的中间 皮跟肉中间有一层洞 煮到八九分熟之后 我们会再火关掉再闷一下 然后让它泡 等于是让它泡到全熟这样子 然后就会产生它那个鸡的 本身那个油脂的洞这样子 皮Q肉嫩的白斩鸡不带腥味 细致不柴的肉质 搭配入口即化的鸡肉 每一口都尝尽鲜甜 很嫩 嫩 不会很老 就比较鲜嫩 然后不像外面的就是鸡肉那种软烂那种感觉 就是比起外面餐厅我觉得它比较新鲜 拥有四十多年餐饮经验的老师傅 料理扁鱼白菜卤 蒜头和葱段 先月入油锅 接着夹进香菇丝还有金钩虾 炸出诱人的香气 经过高温加值 蛋液在油锅中 跳着金黄动人的舞姿 炸过的蛋酥更能提升口感 它只要是增加扁鱼 就增加它的香气 还有汤头的那个唇厚度这样子 对 有些是用过猪油煮 因为现在人吃的比较清淡嘛 我是觉得这样的太油腻 而且我们本身也有加一些肉汁 然后有一些蛋酥啊 然后一些香菇丝啊 就来增加它的风味这样子 丰富配料的扁鱼白菜卤 入口没有油腻感 凸显了白菜的清甜 口感带点爽脆 汤头没有太多的勾芡 喝起来相当爽口 可以说是桌桌必点 我们来的时候我就指定要点这一道菜 它的料加的又很多 然后味道也很够 真的就是台式小吃的代表之一 所以我们来我应该都会点这一道菜 我们是从香港过来旅行的 因为朋友介绍这间非常著名 就过来了 白菜卤啊 很鲜甜啊 我喜欢喝那个汤汁 然后里面的白菜很新鲜 来 不好意思 帮你上菜 谢谢啊 谢谢 69年次的彪一峰 是老店的第三代 接手外公传下来的店 餐饮业的辛苦 他从小看到大 没有办法周休二日啊 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反正就是你最忙的时候这样子 因为毕竟这个餐厅也是开了那么久啦 就是可以把妈妈的心血 再继续延续下去啊 然后其次也是想带给客人 就是可以是一个创造回忆的地方这样子 像我们的比较的招牌 就是我们的白斩鸡啊 然后我们的黑板上 有些一些我们基本的招牌菜 维持老店的传统 客人一进店里 就能看到展示柜 摆满各种熊气的海鲜 当天我有什么最新鲜的东西 可以让客人直接挑选 就是你喜欢的鱼 然后我们再可以讨论它的做法 然后清蒸 干煎 红烧都可以 就等于就是最新鲜的东西 摆在你面前这样子 入职细致的五载鱼 清蒸之前 还有淋上自制的咸冬瓜 也是我们的亲戚 在中部那边 帮我们腌制的咸冬瓜 然后我们就用咸冬瓜蒸鱼 然后像很多白肉鱼 觉得还蛮适合的 咸冬瓜蒸鲜鱼一出炉 咸香四溢 五载鱼肉质软嫩 搭配咸冬瓜一起吃 养溢着甘甜滋味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因为它的鱼肉非常的鲜嫩 然后跟它的那个冬瓜的那个咸味搭配 它也是蛮调和的 比较新鲜 然后不会有一些天杂一些 太多调味料 来自台南的鲜柯 鲜度也是一绝 先将银芽变烫 为了防止鲜柯变形 得裹上薄薄的太白粉 你如果太厚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口感 然后就是把它汆烫之后 淋上我们师傅调的蒜蓉酱油 然后淋在上面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些做法 蒜泥仙柯没有复杂的调味 饱满的蚵仔入口滑嫩 搭配银芽脆脆的口感 吃起来很有层次 它的蒜泥仙柯完全没有腥味 然后它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对 就是来这边就是真的吃新鲜 店里受欢迎的家常菜 还有这一道花菜干炒木耳 其实它这个比较偏向于客家的菜 就是客家的人比较清减 就是比如说花菜它盛产的时候 它把它晒成干 这样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然后我们就用它来炒 就是觉得那个风味不错这样子 或者木耳一起炒 口感更加丰富 花菜干炒木耳散发独特香气 花菜干入口清脆 不会太远 木耳吃起来嫩中带脆 不会过于远离 那我们想到台菜餐厅 这家应该是最顶的最好的 它的菜真的是做得很入味 然后很有特色 每次来都是一个愉快的 用餐经验 可以看到就是客人吃得很满足 然后比如说国外的 国外他们的亲戚回来 或是大家家族团聚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一家和乐 然后在我们店里吃饭 就是最大的满足 走过数十个年头 口味没有随着时间变了调 依旧秉持新鲜用料 呈现食材本身的鲜味 让老店的滋味 总能令人回味最深